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点 我现在呢在一个客栈里边 在一个318礼塘县的客栈里边 我之前开车进藏的话都没有出现过高反 但是昨天开车到礼塘之后 就头开始后脑勺就开始疼了 视力好算是有一点高反反应 然后我就找了一个客栈住下了 在我身后呢就是礼塘 礼塘呢是咱们中国国队海拔最高的一个城市 看我拿了一个打火机 打不着啊刚买的打火机 这是客栈的一个二楼 吉普我们俩昨天晚上就在这个客栈休息 这个是卫生间 两个卫生间那边还有两个淋雨间 这里边很像就是上学的那种宿舍 里边都是这种高低床 我昨天晚上的话就是在这里边住的 比较庆幸的是昨天晚上我来的时候 老板跟我说这个客栈里边是一个人都没有 一个人都没有 所以呢我自己住了一个房间 四十六块钱 就是一人一个床铺的这种 像类似这种的客栈呢 针对的好多的都是穷游的 还有一个人旅行的 骑行的 徒步的这种 就是一个人一个床位几十块钱 虽然说很便宜吧 但是这里边呢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啊 看充电的地方 这个是灯的开关 这个是电路子的开关 每个床头旁边都有一个灯 哎呀 这上有个电路子 晚上呢也不会太冷 我今天就要离开了 所以呢把这些叉子都拔掉 因为昨天晚上是我一个人住这一个房间 没人在这住 所以呢我跟老板商量 老板跟我说 可以把狗狗放在这儿 一块儿煮啊 结果昨天晚上就在这儿睡觉了 嗯 没有收他房房房常卫费啊 很多的这种青年绿色的话 会留很多的字 昨天晚上我来的时候想看一看 我以为就这么几个吗 以为就这么几个吗 错了 在这儿呢 嘿嘿嘿 看到没有 全部都在这个床板上面写着呢 你躺在这儿才能看见啊 希望大家平平安安 拿什么来祭奠爱情 哇塞 这是零几年的说的话吧 这个 纯图318 2014年7月13号 还有这个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天使同盟 好多的啊 每个床床位下面 木板下都会有这种字 这个更多的像什么呢 就像学校里边的那种宿舍床一样 一个宿舍里边住五六个人 然后都是高低床 一人一个床铺 一个床铺呢 都是几十块钱 非常的划算的 这种 这个是啥呀 这是什么呀 免费使用 什么玩意儿 放这儿吧 然后走廊里边房间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 我是昨天晚上到的礼堂了 礼堂的海拔呢 是四千米 然后昨天晚上在客栈睡了一夜 今天早上起来 后脑巢还是疼的 我现在已经从客栈出来了 下来吃碗面 等会儿呢 就继续出发了 今天好像有点不在状态 有点反应了身体 这个就是世界高城礼堂的西城门 我今天呢 就从礼堂离开了 大家看我这个车底下 我刚才停车的时候 这儿还没有下雨呢 看到没有 下面还是白色的 刚才下了雨 现在又出太阳了 天气真是变幻莫测 看这云 这儿也是一个打卡地 好多人在这儿拍照打卡 都站在路中间的呀 还是有点危险的 好多人 走 Wilhelm 和声 和声 你 和声 和声 都是 和声 很 感谢观看